今天7月1号来法拉盛缅街的青岛饭店吃早餐 一个素菜拼盘就是6块 然后一个南瓜粥 一个韭菜盒子一共是11块5毛 现在差不多10点钟 好多人了 到处都坐满了 我比较喜欢来青岛饭店吃东西 他们家东西新鲜好吃 价廉物美 真的 吃完了 非常满意 在青岛饭店吃这个早餐 真的是满足你的中国味 大家好 今天7月1日 现在中12点钟 坐地铁来到纽约布鲁克林的优大道 是坐Q线到优大道的 来拍纽约最小的唐人街 优大道 现在出地铁站 今天天气不错 蓝天白云 不冷也不热 最高温度27摄氏度 我差不多两年前来过了 这个优大道是靠近海边 杨头湾这个优大道 这里也是著名的小广东 那好 就从地铁站对面这个新荣超市 开始扫街 然后一会再往回走 今天是7月1日 7月的第一天 昨天是纽约的交日游行 不知道大家看我的直播没有 进去进来看一下 哇好热闹啊 各族裔的朋友都在这里买菜啊 但是他们这个超市啊 比那个七大道八大道 那个福建的社区 这个超市小一点啊 但是还是什么都有啊 菜也很新鲜啊 很漂亮啊 蔬菜瓜果啊 肉类啊 一印即全啊 这个白萝卜啊 土人参 一块两毛九一磅啊 西乱花稍贵一点啊 三块四毛九 各种东西杂货 南北调料啊 应有尽有啊 门口贴着咱们中国人的 恭喜发财 输入平安 大家看银行上面是喜悦之家啊 老人活动中心 我两年前疫情的时候来拍过 那个时候是冬天了 两年以后啊 这里是依然繁荣啊 欣欣向荣 大家看这里是一达驾驶学校啊 咱们华人朋友开的啊 嗯嗯 这里呢也是各族裔朋友都多啊 但是这个优大道呢 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唐人街啊 生活着很多咱们华人朋友啊 那之前我拍的那个七大道八大道 福建人社区呢 也是在布鲁克林啊 那我前几天拍的另外一个小广东社区 也在布鲁克林啊 那就是汉米尔顿堡啊 公园大道啊 那个视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 那里呢也是一个广东人的社区啊 但是现在呢 已经是2024年了啊 嗯 这个社区呢 也是咱们国内各个省的朋友都有啊 但是呢 就是最早住在这个社区的 是咱们广东朋友啊 就是所谓老一辈的老华侨啊 嗯 在这里开天辟地啊 啊 你看这有很多其他主义朋友开的一些洗衣店啊 那布鲁克林呢 这边的广东社区 嗯 刚才我说的那个 嗯 啊 刚才我说的汉米尔顿堡公园大道 以及今天来的这个优大道呢 它这个社区上的街道啊 就不像那个七大道八大道 嗯 福建人社区啊 就是街上 基本上都是华人开的商店 他们这里呢 也是华人和其他主义的这个超市啊 商店啊 它是混着来的啊 不是说那么单一系 你看这个就是西域朋友的一个超市 大家看大不大 很大哎 摆得也很漂亮啊 这个老外它的审美啊 还是可以的 你看 哇 这位好的华人朋友啊 那天我去那个汉米尔顿堡公园大道 也是碰到我的粉丝朋友啊 嗯 在纽约过马路都有点着急啊 你看是红灯大家都在过啊 因为旁边没车了啊 这边也是这个摆地摊的啊 这是一个银行 当然了 布鲁克林这边的华人社区啊 还有嗯 这个 当然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这些华人社区 以及皇后区的法拉圣这些唐人街啊 就没有曼哈顿那个唐人街那么知名度啊 由于曼哈顿那个唐人街啊 它已经是世界各地游客打卡的胜地了啊 那里的物价呢也贵啊 然后呢餐厅的餐馆的服务啊 也是一般般啊 这我就实话实说了 确实没有咱们七大道八大道啊 这些朋友 包括今天优大道这些餐馆 服务态度那么好啊 吃饭小费直接给你打上啊 还没在你付钱的时候就给你打上 不是说饭后给 那之前我拍过七大道八大道 人家很多福建餐馆的那个老板 直接是在那个仓服上写着 不收小费 人家就有这个底气 真的服务也是不差的 所以说但是呢 唐人街呢 它是旅游地方啊 那个租金贵嘛 所以也能理解啊 但是法拉圣租金也贵 老板也没有说强行收小费啊 因为都是做的社区的生意嘛 如果你要那么硬干的话 别人可能下次就不来了啊 但是也能理解唐人街啊 你看街口这些外主义的小店啊 百货小店 也是弄得很有格调的 看到没有 广告做的是一丝不苟啊 很漂亮 很有设计感 很多华人朋友啊 今天天气好嘛 你说27摄氏度啊 它也不是很热 它也不冷啊 这个天出来 今天是刚刚好啊 两年没有来了啊 你看这个优大道 包括我那天去的那个 包括那天去的汉米尔顿堡 大家看今天来的优大道啊 这个广东人社区 包括那天拍的汉米尔顿堡 公园大道 小广东社区啊 非常干净 你看这个地面啊 那真的可以比 比唐人街 比法拉圣 哎干净 法拉圣呢 就是咱们大陆朋友 内地的朋友比较多啊 但是现在也是 哪里都有了 你看周围这个 九毛酒店啊 这边都是我们华人的大姐啊 这也是 大来九毛酒店啊 商品也是很丰富啊 这是方便社区的朋友购物啊 你看拖帮呀 拖鞋啊 什么都有啊 就不进去了啊 不拍别人了 羊头湾这边的餐厅啊 我以前两年前 拍视频的时候来 来吃过啊 非常不错 这是火火烧辣啊 他们这边价格就比较实惠了啊 因为都是这个社区的朋友啊 你卖贵了 就是一锤子买卖啊 就没有回头客了啊 你看街上走了很多糖 很多华人朋友 对不对 你多站一会儿啊 就能听到 咱们国内各个省份的 这个方言了啊 天气真正好 你看他们社区啊 真的很干净 没有这个摆地摊的 大家发现没有 那个法拉圣 巴达道 哎呦 那个地摊啊 摆得真的 到处都是啊 也是很热了 也不是说摆地摊不好 摆地摊也会增加这个社区的活力 热闹啊 看着人气啊 但是你看这边 它就人气差一点啊 但是你这边 它人口就那么多 你摆地摊 它没有人买 对不 没那个必要摆 法拉圣就不一样了 法拉圣 那个还有巴达道 那个人流量 和那个纽约 马哈顿的时代广场是有的一拼啊 是不是 牛肉和粉 加上这个现在走线来的朋友那么多 大家都要生活 是不是 所以摆地摊也能理解 就是说呢 要规划一个地方啊 大家把清洁搞好 牛约也有地摊小贩协会的啊 就是专门帮助朋友们 怎样申请地摊的这些执照 怎样摆地摊的时候不违规啊 那天我也看新闻了 就是纽约警察局的一个当官的吧 他就说地摊小贩 他们没有违法犯罪啊 没有犯罪 所以呢 对他们也是简单的口头处理啊 尽量呢 不没收东西和罚款啊 因为觉得大家都不容易 那我看新闻哈 这新闻说的哈 就是主要呢 是针对卖假货 卖假货 这一点我是赞同的 大家觉得呢 是不是卖假货就不行了 你就欺骗消费者 侵犯别人那些大公司的权利了 对吧 摆地摊哪里都有 咱们国内也是摆地摊的 对吧 很多朋友的父母 包括我的父母 我妈妈以前也摆过地摊 现在我找到这个 优大道加海洋大道了 哎呀 以前视频啊 我拍过布鲁克林这边啊 这边阳头湾就是挨着那个 康义岛了 就是海边了 都是差不多附近的 地铁郎坐地铁 都是几个站就到了啊 那这边其实不只是华人朋友啊 他还包括很多东欧的朋友 包括一些苏联人 犹太人 等等等等啊 纽约就是一个大杂大杂会嘛 民族大熔炉 对吧 你看走在优大道上啊 非常宽敞啊 这个街道 你看美国银行门口都有中文字啊 写的网上购物赚取3%的现金回扣啊 这是中英文双语啊 可见华人的数量在这里啊 还是不少哎 现在我走到了优大道加东21街了啊 继续往前走 今天真是风和日丽啊 非常出来走一走逛一逛 这一家卖珠宝的店没有开门啊 我尽量是每个商店都给大家扫到啊 这样呢 看我朋友的一些老年朋友啊 在家里啊 腿脚不方便的 大家不用出门就能知天下啊 起码知道纽约发生了什么 对吧 这边优大道来一趟也不容易啊 我从法拉圣坐地铁过来 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啊 这是卖印尼卖燕窝的 你看街道是不是很整洁 住惯了法拉圣的朋友 哎呦来这里还觉得突然不习惯了啊 哎呦觉得这里怎么这么冷清呢啊 法拉圣每天像打仗一样啊 那个事案也非常的不好 每天都发生很多警讯啊 打砸抢盗窃啊 但是在这边很少发生那种重大的刑事案件 它也有啊 但是比例比较低啊 你看街边的华人医生的诊所啊 这个两个店啊 目前是控制着 还没有开 要带照住 你看街上也有些非议的朋友啊 你看街边锁这个单车或者电动车的 这个庄庄都空着啊 在法拉圣的话 周围的全部是自行车啊 前面这位骑自行车的女士啊 比较惬意啊 在社区有辆小单车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那这个阳头湾呢 是纽约布鲁克林南部的一个社区啊 它的西边是以这个海洋大道为界啊 北边是以T大道和国湾高速公路为界 然后这个东边呢 是以洛斯特兰大道和格里森大道为界啊 南边呢 就是大西洋了啊 阳头湾的西边呢 与布莱顿海滩和霍姆克雷斯的这个社区相邻啊 北边是米德伍德 东边是格里森海滩啊 你看前面也有啊 这个各族裔的妇女啊 带着儿童啊 这边的阳头湾的华人呢 也组成了这个社区巡逻队啊 在这个 虽然说我感觉阳头湾这边社会治安比较好啊 但是我看网上新闻啊 这边的华人呢 他们还是成立了一个社区的巡逻队啊 啊 在当地这个华人的这个商圈啊 还有像挣钱放这些社区啊 居住区啊 展开这个巡逻啊 保护当地居民的这个生活 财产的安全啊 那走过来 这里是优大道家 这个东二十三街啊 这边是美国邮局了啊 刚才走过去一波美女 然后这一栋建筑 它现在是要出租啊 位置挺大的啊 做餐馆看得不错啊 今天天气真好 你看蓝蓝的天啊 飘着几个白云啊 太美了 往下走 这个外主义的商店又比较多了啊 你看这还有巴士车站啊 这块地皮肯定在也要等着盖新建筑啊 老房子都被干掉了啊 我还是一直往下走啊 走到那个没有商店的地方 就往回走啊 这边有些建筑垃圾啊 你看都是华人朋友啊 推着车出来买菜啊 住在这边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就是离法拉盛和唐人街啊 就比较远了 但是离那个福建人社区 七大道八大道啊 那些就比较近一点了哈 幽大道加东二十四街了 你看这边的公寓 阳台都还是挺大的哈 虽然比较老的哈 这种红砖墙的公寓啊 街上还是很多美女啊 你看街道也不堵车啊 也没有人乱按喇叭啊 这里还有一个商场啊 卖的一些名牌 开张了没有 开着的啊 就不进去逛了啊 这又是一家超市啊 今天这个天气好啊 你看街道这个拍出来 特别透明啊 特别干净 色彩也特别艳丽啊 特别是这些水果摊位啊 这又是一个西医的朋友 开的超市啊 应该是的 哇很丰富啊 各种水果啊 价格都还都还可以 你看那个香蕉嘛 它才卖六毛九一磅啊 这还是不错的 这个西瓜老外 他们是按这个磅卖啊 五毛九一磅 很多华人超市这个西瓜 我看了哈 它是按个卖啊 这跟咱们华人有一点点区别 它这还有一牙一牙 切好的 那就是九毛九一磅了 就要贵个四毛多钱了啊 但咱们华人商店 就很少这种贴开的来卖啊 这又是一个区别 那这边呢 又便宜一点 但是又是六毛九一磅啊 这个西瓜的品种不同 价格也有所不一样啊 这又大道家冬二十六街了啊 你看这个车啊 它就停的 这是错误的啊 站了半个人行道啊 交警来了 要给他罚款 你看他把这个走路的都 走路的道路都封住了 哇 人坐在里面了 人坐在里面了 这边治安还是可以啊 你看这个 推货的推车都放在路边 都没有人偷啊 这法拉圣早就丢了啊 你看街上有各主义的妇女啊 越往下走 这个华人的商店越少了 这社区还是不错的 什么都有啊 你看 这个社区还是很方便啊 街边什么都有啊 牙医诊所啊 医脚的啊 一应俱全啊 街边你看很多华人朋友啊 街边也有很多特色小店啊 像外主义朋友开的一些 二手古董店啊 或者说老物件店啊 非常多 走过来啊 街边有一幅壁画 画满了整整 差不多半个街区啊 大家看一下 画面上画的就是 纽约勇敢的消防队员 带着这个消防的警犬啊 当时2001年9月11号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啊 来个全景 上面写着一行字 大概意思啊 我英文不好 就是穿越了黑夜 我们的旗子仍然在那里啊 就是为了纪念 这个911当中 奉献出自己生命的消防队员 或其他一些不知名的英雄啊 包括航空公司 飞机上面的一些空姐啊 美国人也一样啊 他们也经常进行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 勿忘历史啊 那个911纪念壁画过来 哇 这个转弯处 有一家中国人开的餐厅 名字叫这个大气 我天哪 叫做帝国 老板娘真是 里面就是主要做外卖的吧 好像 位置比较少 只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主要是做外卖啊 大家看一下上面的时间啊 差不多 还没到一点钟啊 华人太勤奋了啊 真的太能吃苦了 太能干了 老一代的移民啊 真的 比现代的新移民啊 真的能吃苦 现在的年轻人嘛 中国现在条件都不错啊 在家里都是宝宝 都是大宝宝 对不对 这边是卖 眼镜店啊 好像关门了 关门了 往下走啊 这个华人开的商店很少了 但是还是扫一圈嘛 对吧 来都来了 感觉这个 优大到最繁华的这一段 就是华人和外主义 各占边边天啊 各领风骚 你不要说 你看在人家老外这个社区 这边边 就有一些卖这些艺术品啊 画宽啊 画作啊 这些商店啊 在咱们唐人街啊 咱们华人社区啊 基本上就没有啊 很少 真的 画这些油画艺术作品啊 卖画宽 这个不得不承认啊 不过咱们华人社区 那个补习班特别多 补习班多 药店多 特别是药店 在中国也是药店多 嗯 三不一杠六不一扫的 哎呀 走几步就是药店 这家是外主义朋友开的 卖家电的 最近这个空调 分体空调 和这个红音扇 电扇应该卖得好啊 这个商店很大耶 烧烤炉啊 其朋友最爱的 这个大烧烤炉啊 他们家庭一般人多啊 孩子多 好继续往前行啊 还是走到头啊 来都来了嘛 既来之则安之 这是公交车站啊 你看人家的公交车站 真的很干净啊 在曼哈顿 在这个唐人街或者法拉盛 那个公交车站里面 经常睡的流浪汉啊 你看他们这个 优大道 真的 流浪汉都没看到一个 因为他人少嘛 流浪汉在这里 他要不到钱 他也不来了 这也是一家 卖酒的酒庄啊 街上人还是比较少的 你看人家超市的车 摆在门口啊 真正奇奇的 超市外边也没有说 摆一些放水果的那些木架呀 摆这个乱七八糟的 没有 前面是银行了 好 这往前走 正是又大道家 东二十九街了 走到前面 我就往回走了 走到又大道家 东二十九街了 再走两条街 我就往回走了 大家看一下街面 真的 算是非常干净了 虽然这个 绿化丛中有一些小垃圾啊 但是为事不多啊 对面 好像以前是个大超市啊 倒闭了 还是关闭了 还是关闭了 这个我不清楚啊 好 现在走到优大道家 这个斯洛特兰大道了 听说华人开的 有名的自助餐 优密啊 就在这条路上啊 我打个地图啊 去看一下 好 现在我往回走了 这个 这里是优大道的2925号啊 这间天气真不错 7月10号 大家如果天气好 可以到这个海边康尼岛去玩一玩啊 上周我拍了康尼岛的美人鱼游行啊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啊 这又来到一家这个外主义朋友开的 应该是比较便宜的这个卖衣服的商店啊 你看T恤啊 这些都是不超过三块钱五块钱一件啊 真的非常的便宜啊 我也进去看一下啊 不见得便宜就没有好货 对吧 里面很大呀 从商店里面出来了 里面有些东西品质不错的 父子三人 他们旁边小区啊 旁边小路进去是住宿区啊 你看也是非常干净整洁啊 现在走到了优大道家东九十二街 二十九街啊 哇 这边是个卖披萨的商店啊 我今天不怎么饿啊 我在法拉盛出门的时候中午吃多了啊 整了一个韭菜盒子一碗粥 然后又买了一个拼盘的那个凉拌菜 这是一家紫甲店啊 都关门了 你看刚刚走过去那位妇女 她就是极端正统派 犹太人啊 她的头发脑袋是用那个 丝巾裹起来的 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社区 我也拍过啊 大家可以去翻我的视频啊 她们那个妇女结婚以后 都把头发漆光的 然后呢一般戴假发或者是裹头巾 这边是迷法店啊 走到了 东28街了啊 再往前就有华人商店了啊 在街边啊 看到一个 失踪的寻人启事啊 就是说照片上这名黑人男子的 他名字叫 德韦恩罗斯啊 他最后一次 出现在这个 警察的 这个视频当中呢 是在 5月25日 星期六 在布鲁克林的国王广场外 下午2点半啊 穿着黑色的T恤和米色的短裤 他那个发育呢 是有点障碍的啊 只能用简单的文字和大家交流啊 所以看到这个图片的朋友啊 如果看到的话 下面有电话啊 向警方报道啊 谢谢大家 好 继续往前走 这也是一个非拉铁非教会啊 这个名字有点绕口啊 搞不懂啊 捲链门拉起来的 这边有一个 小孩的这个 玩的中心啊 应该是客户的这个托儿所啊 关门啊 今天是礼拜一啊 马上是美国的纽约 美国的国庆长假了 大家这几天去那个机场的话 肯定滴滴场 坐那个 机场的地铁快线是半价 我看报纸上说的 我也准备去拍一拍啊 这个国庆节美国机场的这个状况啊 是不是人山人海呢 新闻说应该是出行会创历史之最吧 因为现在疫情以后啊 经济也恢复的 恢复的还行吧 我至少我觉得啊 当然 游客的数量还是没有回升啊 没有像达到疫情前 这个我拍视频还是有一点感触的 前面又是一个超市啊 也是外主义朋友开的啊 你看周围的民居啊 非常的惬意啊 看着 因为自然看着真不错啊 你看街上这个停车位也是蛮多的 不像法拉圣啊 挤得要急死了 你看街道也很干净对吧 是不是 大家看吧 你看街道旁边的这个水果也没人偷啊 在法拉圣那个长江超市门口 经常被人偷 像这种花好的 走那过就给你搬走一压 对不对 你看人家放在这 没有人拿 看老太太在这歇脚呢 这边也很整齐 对吧 没有地摊 没有人摆地摊 这对人 这边的消防栓啊都是画的是美国的国旗啊 这是一家卖猪肉的商店啊 这个社区应该也住了非常多的意大利人啊 这也是酒马酒店啊 哇 这个巷子可以画 开的好漂亮啊 太美了啊 这个蓝天白云之下啊 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华人朋友开的 也不一定啊 这个外主义朋友也是开这个酒马酒店啊 对啊 就有一家商店关门了啊 啊 继续前行 这是老外的啊 这家卖CD DVD 啊 你说还有这种商店啊 真的 里面很多商品都应该属于古董了啊 给买一些收藏的啊 那老外的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华人就没有这种店了 早就淘汰了 好 好继续往前走啊 前面这个朋友正在洗刷这个玻璃啊 洗得干干净净的 这应该是一家地产公司啊 你看街道上走的也是各族裔的朋友都有啊 这是一家卖衣服的商店啊 他们这边商铺的租金应该是没有曼哈顿唐人街的租金柜啊 也没有这个纽约法拉盛的房租的租金柜啊 法拉盛这些店铺的租金啊都要超赶这个曼哈顿了 基本上都要持平了 你想想 七大道八大道那个房 房子的铺面啊 那些金铺旺铺啊都不便宜啊 所以压力大嘛对吧 人口密度大 所以呢大家就会想方设法的赚钱对吧 这是地产公司门口的一栋房子的标价 120多万啊 这栋房子是77万啊大概 这栋独栋的我已经卖掉了89万 这个独栋的也才58万啊 这又是一家老外的杂货店啊 他们的广告做的事还是真的非常漂亮啊 贴到五颜六色的啊 这边是一个陪接补习啊 补习班啊 恭贺本中心学员考取纽约特殊高中 特殊高中是什么意思 你看居住的这个人口密度小啊 华人少 这个热闹的程度啊 实话实说啊 确实没有法拉盛热闹 法拉盛看的真的是更繁华一点啊 但是各有好处 你要热闹 这个治安呢和卫生 它就又要又一点跟不上了 那你喜欢那种清静啊安静啊 卫生啊 然后社会治安好一点的区呢 它人口又少啊 那你在这做生意呢 那就不像法拉盛 哎 生意那么好了啊 这是话实说啊 人口基数在那摆着 这边是东方美培教育啊 又是华人开的 啊 这边又是一家华人餐厅啊 它是卖外卖的应该是 店非常小啊 里面也就个一两张桌子哈 哇 里面就个两张桌子啊 老板在里面炒菜啊 华人真勤劳啊 真的 这边是卖寿司的八九不离十啊 这华人开的啊 那为什么 日本人开的寿司店啊 那看得出来 跟华人他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 大家可以去体会啊 这我又不说了啊 去马哈顿看一看 这过来是一家 其他主义朋友开的商店啊 很漂亮啊 这装修的不错啊 在社区有这个店 还是看得挺可以的 这些是卖饼的店啊 这老外的 因为这老外的这个甜点 大家看得出来的哈 哎呀 舔死人啊 不偿命的那种 这是礼法店啊 这老外开的 好的 走到这个东二十三街了啊 再走前面就有华人超市了 我们去拍一拍啊 前面路口之上是卖酒的啊 这走过来啊 又有一幅壁画啊 这个呢也是纪念911事件的啊 写的是从未忘记啊 这是一家华人的商店啊 应该是卖酒为主啊 下面写着 也卖彩票 还有一个对联哈 还有一个横批哈 给大家念一下 乐透其中啊 母饮不足身体好啊 不毒不足水云高啊 这广东话我念的不好啊 可见这个老板是广东人啊 哎 哎 走过来啊 这有一家卖酒的商店啊 他也卖乐透彩票啊 但是从这个商店门口这个对联啊 哎 我们一眼就知道 是个华人老板开的 为什么呢 他还写了一幅对联啊 还有一幅横批啊 应该是广东话写的 横批是乐透其中啊 对联是 嗯 嗯 嗯 这三培好啊 嗯 读嗯 这 水云高啊 哎 我的广东话很久没有说了啊 都不知道了啊 都读得不好啊 里面有个老板啊 看到了 嗯 卖酒的隔壁是一个 你把店 你把店过来就是洗衣店 嗯 这个 纽约每个社区都有的洗衣店 里面是洗衣机 烘干机 嗯 今天没人洗衣服呢 因为现在是工作日啊 啊 为什么纽约这么多社区的有洗衣店呢 洗衣房呢 因为纽约很多老公寓老房子啊 他不具备那个下水排水的功能 嗯 然后还有个加上他隔音比较差 啊 所以呢 就出现了这种洗衣店啊 不是说大家买不起洗衣机啊 那个美国的洗衣机也是很便宜的啊 几百块钱就可以整一台回家啊 你看老外的商店就是比较有艺术气息啊 老外的社区啊 这边 我先卖相框的啊 咱们华人就很少这种啊 很少这种 但是这种相框店画框店不见得是老外开的啊 哎 有可能是华人开的 这个我知道啊 因为我以前拍过 但是那这脑外光顾的就比较多啊 你看 表这些油画啊 大画画框啊 全家福啊 这些是不是 咱们中午咱们华人就随便买个相框框 哎 把它装在里面就完事了 对吧 你看这里是华人开的一发店 叫德发郎啊 专业日本富丽子直发 我以前也烫这个直发的啊 后来没烫了 我喜欢直头发啊 我的头发就是 又直又黑又长啊 俗话说 啊 头发长见识堆啊 这个是跆拳道的 今天没开啊 可能周末啊 这个小孩子都在上课你说也没人来训练啊 哇 这个是跆拳啊 哇 三个更好啊 好凉啊 嗯 眼的亮啊 你看妹啊 点香 啊 对啊 今天来这个又大道拍拍视频嘛 你看 这个手机好凉啊 手机啊 三个更好啊 对啊 这做iPhone14嘛 14啊 对啊 哇 你马上前半了是吗 嗯 差不多 加保险 哇 加保险要 港国语嘛 你做什么工啊 哇 我做什么工啊 我就拍视频呢 哦 你骑海单车啊 海洋公园 去海洋公园 哎 走 好 拜拜了 这连了几家 这家 哦 这家那个美发店没有开门啊 这家又是指甲店和美容店啊 啊 荡头这个铺面空着招租啊 走到又大道家这个冬二十二街了 啊 这连了几家 这家 哦 这家那个美发店没有开门啊 这家又是指甲店和美容店啊 荡头这个铺面空着招租啊 走到又大道家这个冬二十二街了 现在是中午的一点半了啊 现在太阳有点大了啊 直晒了 看街上走着很多美女啊 哎 这里是布鲁人华人联合会啊 这旁边又是一家这个比较便宜的酒妈酒店啊 很多啊 真是 基础每一条街都有一家 都是卖的这些小商品啊 老板好像是个印度人啊 这边又是一家餐厅啊 这个应该是老外的 这门口有个小木马啊 这个一个小超市啊 今天太阳大呀 这门口的太阳花很漂亮啊 啊这个太阳花好好看啊 像假的一样 你看这些小超市门口那个木架子上都没有摆货啊 因为天气太热了啊 摆出来这个水分都被蒸发掉了 就零零星星的摆了几个苹果呀 梨子啊 洋葱土豆啊 旁边这个收垃圾的车啊 啊 这有一家店铺关掉了啊 空的啊 啊这边锁的一辆电动自行车啊 这辆车比较贵哦 差不多要一千多块钱了啊 这又是一家小店啊 我们接受粮食券奶票啊 国际货款电话充值啊 小杂货店啊 前面是卖衣服的 这是卖的便宜货啊 这些凉鞋 15块钱一双啊 拨鞋30啊 然后这些衣服 睡衣啊这些 这是一家餐厅 这边犹太人比较多啊 住的犹太人比较多 哎走过来了 恒星传讯啊 是华人开的房屋买卖啊 房屋中介 走到这儿比较热闹了啊 这这边些药房 指甲店啊 餐厅 这家老外的 装修的比较有 这是一家面包店啊 你看就是外主义的啊 今天有些店没有开啊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是不是有的店 它是休息 它总要休息一天嘛 对吧 有的是 休息星期一 有的休息星期四 就是比较淡的日子休一天 好走到幼大道家 这个东十九街了 看正前方是一家云彩发型啊 是华人的理发店啊 啊 终于来到华人超市了 我一看就知道是华人的超市 应该是吧 门口堆满了货啊 对对应该是 看就中文嘛 这中文叫华人超市 这个榴莲啊 一块九毛九一磅 果龙果 门口堆满了 柠檬啊 好热闹啊 这叫什么超市啊 我以前来拍过的 我都忘了 看一下 哦 这是华人超市啊 名字叫做生鲜超市 这样的街 是1815号 还有大道 我以前来拍过 哇 两年前了 好久没来了 哎呦 大家看 在旁边那家生鲜超市过来 这个红色招牌 这里 以前是这个万龙什么超市啊 以前又是什么新超市 你看上面 上面把那个字抠了啊 现在又是万龙超市 即将开业啊 内部清洁货物整整 这个超市又打给新的老板了 下次开的时候再来拍一下 这边又是这个成性生龙海味 卖这些干货的 看一下这边的龙眼啊 3块9毛9一磅啊 这个散的 那个成串的 这个是5块9毛9一磅 散的就便宜点啊 一磅便宜2块钱 看一下这边街边停车啊 一个小时是2块钱还不错 比曼哈顿便宜 曼哈顿一个小时要5块钱 这边两个小时5块钱 所以住在这边还是不错的 超市就不进去逛了 你看久了没来啊 超市都换老板了 好继续往前走 我看墙上贴的这个超市以前叫东兴超市 但是2024年5月28日就关门了 大家看一下 换老板了 超市过了啊 这一家外主义朋友的 杂货店啊 他也卖这些早餐午餐啊 都是一些快餐三明治啊这些 意大利面啊 这是一家眼睛店啊 开着的 往前面就是地铁站了啊 你看这边很多其他主义 小孩啊 现在应该是放暑假嘛 对吧 同学们都没有都没有上学啊 这边也很多这种 电动自行车和脚踏车啊 这又是一家卖披萨的商店啊 你看这个街道上和这个华人的商铺啊 华人商店 幼大道这条最热闹的这一段啊 差不多就是三分之一是华人的商店 三分之二是老外的商店啊 就不像八大道 还有那个 西大道或者法拉盛啊 华人的商店比例那么 占的那么高 这卖花衣服的啊 这边又是一家那个 干洗店 洗龙 洗龙这个词就是好像就是台山人喜欢这么叫啊 或者他们喜欢叫华人叫唐人啊 这都是台山广东台山人喜欢这么称呼 这边卖的 卖衣服三块九毛九 四块九毛九都很便宜啊 啊有的打的赏啊打赏的都是我们 华人同胞啊 这边三块九毛九都是很便宜啊 哎 里头啊 他们的讲广东话对不对 哎里头啊 花裙子 我个人比较不喜欢花的哈 好 现在到地铁站了啊 那地铁站 前面我还没拍啊 好 现在到这个地铁站了 刚才就从这里开始拍的 那现在我继续往前走啊 是优大道加这个东十五街 继续往前拍一下 地铁站周围啊 在纽约都是比较繁华的 所以的卫生条件也差一点啊 你看满地的垃圾了啊 这边是澳来啊 华人开的一家甜品店啊 卖剥巴奶茶 定制蛋糕啊 现烤面包啊 精品甜品 美味蛋糖 休闲饮品啊等等 隔壁又是一家老外的甜品店啊 现在走到洞十五街了 今天给大家完整的扫一个优大道啊 这一家老外的超市啊 是关门了啊 不知道是今天没开门还是怎么样 所以你看优大道 他这个华人的数量啊 技术不够法拉盛 和七大道八道都多啊 这个大型的超市 大家看一下啊 就比较少了 少过来呢 统共只有三家 三家的话 有一家呢 都还换老板了哈 现在正在整理啊 还没有开张啊 这是一家华人的电器 叫华夏电器啊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 华夏 卖的有一些电器呢 是咱们国内过来的啊 好 哇 这边有一家卫香园饼物啊 西饼面包 各式蒸包啊 蒸粉面饭 港式点心啊 哇 再往前就是地铁站了啊 我就要打回了 现在天气比较大了 这边一下华人朋友就多了啊 对面还有超市啊 我刚才说漏了啊 我刚才说只有三家 不 还有一家仓发超市啊 说错了啊 一会过去 往回走的时候拍啊 法拉圣也有 仓发超市 有一家是老仓发 一家新仓发 我就不知道这家仓发 是不是和法拉圣也是 这个一个老本的啊 这是岸角的店啊 优大道街上的这个人啊 是不多也不少啊 你要说没有啊 他也有几个啊 这边又是华人开的小商店啊 中日日常用品啊 礼品 卖的风车车 这边是电器啊 我两年前来拍过啊 这家是纽约电器啊 两年前就拍过 这家是一家披萨店了 这是优大道家 东 十四街了 这披萨便宜啊 九毛九一片啊 这一家华人的 三喜酒家 招牌挺霸气啊 这里家主营什么 三喜乳猪啊 只限糖食啊 每只 100美元 生日送蛋糕了 这边是一家双龙 双龙猪饼屋啊 华人的这个面包店 旁边又是面包店啊 叫做小麦 小麦田啊 可见这个卖蛋糕的生意好啊 开了这么多啊 挨着挨着的 这家是老外的店了 文森的啊 文森店 往下走还有不少的 华人的商店 因为挨着地铁嘛 你看前面都是华人朋友啊 提着推车出来买菜 店比较省力啊 这边是一个 卖书店 儿童读物的 儿童玩具 相框 这也是一家药店 老外的 往前走就是 又大道家 东十三街了 哎 在这个路口啊 有一家墨西哥餐厅 装修的就很有墨西哥的情调啊 插着墨西哥的国旗啊 门口是绣球花 这边也是家华人的 杂货店啊 药店 加这些卖这些 海参啊 参容 哇 这个应该是福建人开的啊 叫福生参容海味 药业公司啊 在幽大道的1247号啊 哎呦这又一家 盛兴超级市场 那幽大道这个华人大超市挺多的嘛 五家呀 不知道下面还没有啊 我刚才统计错误啊 说错了 这个应该是芭蕉吧 芭蕉有点色口啊 这个要超市比较大 人很多也就不进去拍了啊 这小芒果 这几天龙眼出来了啊 哇超市挺大的哈 欢迎光临 哇我还以为只有三家了 哇五家五家超市 好这里又是药房 国建大药房又大到分店啊 嗯 这家是指甲店啊 外主义的 你看 隔两家外主义的 然后就有一家华人的商店啊 挨着地铁站附近那边 这边是理发店啊 自然美专业法郎 哦 法郎很大呀 好看一下街道名字啊 继续 这是一家卖工作服的 哦不是 啊这过来啊 是一家老外的 成衣店啊 卖的是西装啊 比较正装的 就老外穿这些就是 结婚了 或者一些重大场合啊 西装做得非常漂亮哈 很精神呀 看着 这是老外的餐餐厅啊 一看这种白色桌布的哈 一般都老外的 有些还没开啊 有些是酒吧加餐吧 这边来了 永兴海鲜酒家华人的啊 水煮系列啊 四季超值的盆菜 特制的咖喱 咖喱大蟹 咖喱海鲜 清蒸生蠔啊 农蝦糯米饭 这还有这个 卖沙拉的 双拼 三拼饭啊 这边是华人的 新感觉造型沙龙啊 没开门啊 这个 卷连门关着的 这边应该是乌克兰的 乌克兰的国企嘛啊 有些上店没开门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热啊 还是 礼拜一人家休息 这是老外的 小杂货店啊 这些广告都褪色了啊 再往前走啊 发自美 理发店啊 没开门 旁边有人在卸货 好像是华人的商店 是卖什么的 卖批发的啊 批发手机壳的 好像是老外的 批发店 我不知道 这辆摩托车挺酷的啊 这边是华人的 新感觉造型沙龙啊 没开门啊 这个 卷连门关着的 这边应该是乌克兰的 乌克兰的国企嘛啊 有些上店没开门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热啊 还是礼拜一人家休息 这是老外的 小杂货店啊 这些广告都褪色了啊 再往前走啊 发自美 理发店啊 没开门 旁边有人在卸货 好像是华人的商店 是卖什么的 卖批发的啊 批发手机壳的 好像是老外的 批发店 我不知道 哇 这辆摩托车挺酷的啊 好 这几家都是外主义的商店啊 这一家店啊 还没开门啊 刚刚装修好啊 前面就是优大道 加康尼岛大道啊 这十字 十字路口啊 过马路 下面没什么华人商店了啊 但是呢 在优大道和康尼岛大道 大家看正前方 有一家华人的超市 叫做成青超市啊 很大耶 我准备去拍一下啊 所以大家看 过了优大道和这个康尼岛大道 往下走都是外主义的商店了 我就先不去拍了 先去拍这个华人超市吧 把地址给大家扫一下啊 这过来就是一家麦当劳啊 好 去看那家比较大的华人超市啊 哇 你看那家华人超市 和这个麦当劳是挨着的 好大的停车场哎 哇 这样的话 就开车过来购物的朋友 就比较方便了 这家麦当劳是24小时开的 好 到了这个 成青超市了哈 你看他们家 这边好大个停车场 在法拉盛的话 这根本就很少啊 好 往里面走 是不是新开的呢 我以前来没有看到哎 成青超市啊 油水海鲜 冷冻海鲜 新鲜肉食 四食瓜果 新鲜蔬果 南北杂货 欢迎光临 哇 一道入口啊 这是个风口啊 好凉快啊 哎呀 我在这吹一下 进去看一下 就拍一下啊 就走了 哇 进来好大哟 我看到有很多外族裔也在这购物啊 刚才看到一个飞翼的 就看到一个西语翼的啊 哇哦 好大 大家看一下 这边 今天是工作日嘛 现在是大中午的 肯定一会下班的时候 人就比较多了啊 你看他们的广播都是 讲的是什么 广东啊 都是讲的广东话 天气真好啊 我刚少了几秒钟 里面就开始播放音乐了啊 因为有音乐我就不能拍了 这个有管有版权呢 很多朋友说那有音乐 你就把音乐去掉呗 我去了音乐的话 我就那个同期就不能说话了哈 同期不能说话的话 我后期还要配音啊 就不方便了啊 就不是同期说话就没啥意思啊 你看这边全是些水果啊 好新鲜啊 杏梅 芒果 黄桃 奇异果 沙梨 蜜菊 应有尽有啊 看超市对面也有很多华人的商店啊 什么大兴木行 然后这边金圣水电材料公司 好运便利杂货店 好了转回来啊 我继续往下面扫给大家看啊 虽然没有华人的商店啊 来都来了吧 还是给他晃一圈啊 这样的话呢 就是比较完整的记录啊 前面是消防局啊 然后这边是个修车行 现在是 又大道加东九街了 哇 今天我也很走了几十条街啊 这边是什么 以色列的国旗啊 这边也住了很多犹太人哈 一路上看过来 也有续语的朋友啊 各族裔都有了 那边这个三轮自行车比较特别啊 锁在街边 如果他这个电动的话就比较可以啊 可以拉很多货 脚灯的话还是有点累 看一下街道旁边社区的一些住宅楼啊 还是很漂亮的啊 有独栋别墅还有连排别墅啊 也是干净整洁啊 好嘞 过马路 哇 这边绣球花开的那个好看啊 紫色的绣球花啊 很漂亮啊 好 我看了一下啊 这条路还比较长哎哦 我看我走不走下去了啊 因为拍的话 大家也不怎么感兴趣啊 好决定还是往回走啊 去拍那个华人超市啊 仓发 一路过来啊 很多指甲店啊 老外是比较喜欢弄指甲的 咱们华人朋友也喜欢画指甲啊 女士啊 特别是夏天来了啊 脚指甲手指甲都被大家武装起来啊 这家是一家花店啊 好往前走啊 旁边是一家佳节指甲中心啊 过来是横发教室公司 卖家具的啊 门口还挂的有草帽 凉席 还有个晾衣服的架子啊 35块钱 哇这个推菜的框框不错 这么大个啊 知道多少钱 凉席36块钱 哇里面挺大的哎 哇东西还不错啊 可是住的太远了啊 哇上面推测看到质量也不错 这鞋价不错啊 才69块钱 就住的太远了啊 买去有华拉盛也不好拿 这个花啊 假花 1块5一个 这边又是 9毛9小店啊 我今天出门涂了这个防晒霜的哈 大家看我的手 好几层颜色啊 渐变色 诶 这边开了一家新马泰 史坊 就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我感觉也是华人开的啊 是不是我们中国大陆的 我就不知道 厨师特别推荐啊 鞋鱼舞 花蓝宝 梅子鸭 酱蒸 厕鱼 炸大肠 酸菜鱼头米 吉地汤米啊 有些没吃过啊 也懂不起啊 嗯 这边是 一家配眼镜的啊 很多台学跆拳道的这个中心啊 这也是老外的餐厅啊 你看这个摆设就知道啊 啊 这边又是平安西药房啊 你看 几步路就是一个药店啊 我去老外的社区就没有看到这么多药店 华人就是特别多药房 这是万遇电脑 修电脑的 这就是一家小超市啊 外主义朋友开的 前面是漂亮人生 这个漂亮人生 应该是美发美容啊 修脂脚 这一家什么店 也是一家小店啊 顺丰快递 寄东西啊 一家小杂货店啊 也小礼品店 这边是华人的 副理中心 汇款的西连汇款 这边是 龙旺西饼 一些台商风味啊 祭典祭食 肠粉 和粉 米粉 还有一些什么 蛋挞 眼镜公司也很多啊 华人啊 优大到眼镜啊 接受各种医疗保险 这边是大快活洗衣店 洗衣服的啊 这些洗衣服现在人应该不多啊 因为现在是工作日嘛 对吧 这又是家郁媚 妇妇美容中心 好 这边又是永胜五金水喉 全是中国字啊 这边用繁体字比较多啊 法拉盛呢 就是有简体字啊 因为那边我们 内地的朋友比较多嘛 好 过马路又是一个美发籍 就是离法店呢 男士单检 这个门比较特别啊 这种铁翼的门啊 比较俗啊 这边又是 这个彩票的啊 今天关门 可能休息啊 今天放假 哦 这有一家 超市市场啊 超市 这个超市比较小啊 挺小的哈 不大啊 台山花菜 两块两毛九一磅啊 西瓜啊 华人就是按个卖 你看10块钱一个对吧 脑外的就是弄棒 我看这么大的西瓜 他还要把它放在秤上秤 你说多累啊 还不如就是 起其中化 平均一个价格多好啊 对吧 大家都轻松 哎呦 这边在卖地摊货啊 好热闹啊 好热闹 可以来 这边观点 可以 这边观点吃看 给钱啊 这个 五元两条 哦 五元两条 来分厂 我好贫着 甜甜的,現在放入底 對,放溫了,吃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怎樣 怎樣 這樣,這個 這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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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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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很便宜啊,五塊錢兩條啊 買了在家裡睡覺穿都不錯嘛 大優惠,大優惠 兩條我們買啊 哇 花得來啊,你自己外面去買套正經的睡衣都不值這個價 一套的十幾塊 這邊還賣這個,這個,蒼蓮啊 船罩 鐵鍋 菜刀 洗菜盆子 小碗 這個鐵盆子不錯 我買個洗菜的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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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沥水的籃子 一共七塊錢啊 大家看怎麼樣 三塊 下面四塊 一共七塊 這樣老闆 找錢 好,謝謝 便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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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才七塊錢啊 在法拉斯買一個盆子都要花那個六塊錢啊 那天我問了 真便宜啊 路邊的超市擺的西瓜啊 這來到了蒼發超市啊 這個超市就比較大了啊 看得很正規了啊 一邊賣的 這邊是干雜貨 水果 好熱鬧 你看看 各族裔的朋友都有啊 好熱鬧 哇,裡面也很大啊 不知道是不是和法拉森那個蒼發是一家啊 這個就不知道了 但是法拉森的水果是真便宜啊 這個 實話實說 蒼發超級市場啊 優大到1418號 然後過來是 夢幻霸廊 這邊是功夫茶 旁邊是寶康需要房 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華人社區這個藥房那麼多 為什麼 剛才買的這個過碗瓢盆就掛在我的書包上啊 這又是一家診所啊 華人開的 還要到地鐵站了啊 那現在我要準備做社會法拉森呢 這又不是牙科集團啊 看牙的 又是 藥房 大家看又是一個健康大藥房 真的 太多了華人的藥房 這藥房也太卷了啊 這又是醫生 能得一身 能得一身 來到這個地鐵站的橋下了啊 我橋下好多單車 可能有些是 一些朋友騎單車過來 然後逛街把車展示鎖在這裡 因為必定這條優大道挺長的 對吧 這邊還有賣這個 外主義老太太賣的這些二手物品 挺漂亮的 這幅畫挺好看的 東西都不貴啊 挺不錯的 首飾啊 耳環啊 外主義朋友擺的 看這邊單車也多啊 一溜都是啊 還有些二手的舊衣服啊 對面就是 這裡就是地鐵站啊 入口 我們又跑到剛才那個超市了 這又是超市嘛 最先拍的那家 新融超市對吧 好了 現在坐Q線 我們哈頓方向坐 好了 現在地鐵來了啊 上地鐵了